主配菜环绕排列 淋上一匙正宗马来西亚酱汁 红道刺眼的名菜 辣死你妈 甜甜辣辣 超级够味 是马来西亚的平民美食 有四个配菜是一定不能缺的 就是小黄瓜 化身 小鱼干跟我们的水煮蛋 就好像台湾便当得有三样配菜 也将饭配角缺一不可 还有一样必吃美食肉骨茶 汤头散发浓浓中药气味 溶进肉骨的鲜 鱼云还会回甘 肉嫩甜美 斩辣酱更够味 配上一碗饭 也是憋居用心 泰国肠米洗净后倒入电锅 加入香缆叶 盐和油 还有一包老板特调酱汁 搅拌均匀后煮熟 一碗简简单单的饭 马上变得咸香 香气逼人 同样米饭口感很突出的 是以瓦堡烹煮 直接将生米煮成熟饭 倒进入味鸡肉 排列上满满辣肠 盖上锅盖 小火炖上三分钟 紫紫声响迷人悦耳 色泽诱人的黑酱油 激发香气 翠绿青葱 酸甜实觉美感 鸡肉软嫩入味 咸中带点甜 配上一点点辣酱 层次升级 米粒Q弹穿叉鞋尾锅 是马来西亚中南部的常见美食 更是老板持家伟来台念书时 最想念的家乡味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常常会去寻找家乡的料理 等下过后 永远都找不到一间 自称是马来西亚的餐厅 这是第一点 找不到家乡味道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家乡味道 就只能去找泰式的取代 我们的料理 我心中就有一股那种温号 就是为什么我在台湾 那么多国家的美食 就是没有马来西亚 吃不到正统家乡味的遗憾 在持家伟心中 埋下像开店的种子 毕业后做了两年护理师 创业念头 逐渐萌芽 毅然决然辞掉工作 摆起餐车 风吹日晒雨淋 也骄傲不惜热情 兼具红丹 赶不走一腔热忱 却因为父亲意外过世 差点断了他的创业路 爸爸就是在马来西亚 突然得了登革热 对对 就四天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然后妈妈讲说 那你在台湾 其实做 就是做到 也是这样一般一般 不然要不要回去 继承家业这样 对 然后我就讲说 因为要是我想 只要我一回去 就没有办法再 就再回来了 拜托妈妈给他一年时间拼拼看 加上哥哥姐姐从中当睡客 妈妈态度终于乱化了下来 持家伟背负负责任 压力 三个月内就找到店面 而且短短几年内 就从一间店拼到四间店 家人的期待与支持 持家伟转化成竹梦动力 证明 救人的双手 也能是美味料理手 未经许 坐下的 老花 说